旗带绕颈一周能顺产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亚琴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已经发送了在宫内 我们通过B巢检测 说有旗带绕颈的这种妈妈身上 她是经常能够问到的 实际上旗带绕颈一周 那么不影响我们宝宝的这个出生 大家知道 旗带的在我们宫内的游离状态 它在洋水里面 那么有足够的长 那么如果说它绕了一周 我们又没有旗带过短 同时也没有偷喷不称 也没有在检测过程中旗带收压 单纯的旗带绕颈一周 不是作为抛股残的指正 所以我们要进行很好的评估 那么一般来讲到医院来讲 如果我们有旗带绕颈 我们会做一个OCT 什么叫OCT呢 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叫 催产素积热试验 在您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我们说点滴一点点催产素 让子宫进行一个收缩 我们看看宝宝会不会发生 旗带受压的情况 我们把它叫做晚期减速 或者叫变异减速 那么如果旗带受压的时候 它不一定在公缩的时候 我们的胎性会发生变化 它也可能在公缩的时候 也可能不在公缩的时候 所以我们把它叫变异减速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检测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OCT是阴性的时候 完全是可以送产的 如果我们发现OCT阳性 当然我们医生会给您一个建议 那我们就主张您抛工采 不要因为其他收压 影响了宝宝 造成它的缺氧